民主席 民主席 各位 我来介绍台湾的 每一期的朋友 我就终于 问候 感谢大家来 发表会 这一段里面我会介绍一下 造型 跟台湾 行动为了评众 当初我们的目标是 科技观光系之际 留意生活好评众 所以我这个计划 愿景在执行下来 到底有哪些我看下来 就由我来跟大家 做比较详细 数字上的一个 报告 那我今天会谈到 计划目标的愿景 中央的词题内的 目标的达课 未来发展 计划目标 等等 这个计划的连行 其实是从 行政院科技顾问室开始 大家知道台湾是一个 电子的盛道 在电子这个产业 在电子这个产业 在通讯这个产业 我们都用别人的系统 电子和手机去做 那当然后来手机方面 台湾有 那在整个通讯系统技术方面 是比较 在整个全世界方面 被国际大臣给上过 那也就是说在 95年94年的时候 我们的科技过程是在出考 到底下一个通讯的方向在哪里 那台湾如果急躁 抢了这个信息 那在当时就决定 用YMAS作为一个主题 那YMAS因为也是 印尼尔基金飞动的 那大家也知道印尼尔 其实是台湾起飞机 起飞20年来的动力 所以在当时就有这样的主题来飞动 在通讯方面 希望及早进入这个领域 所以台湾的企划 它其实在的上围 也不只是见机一台 它从航在的上围 从晶片专 到设备专 到系统专 到基地台 到整个服务专 形成一个apposition 它作为一个国家计划来飞动 所以台湾的一个飞动 其实它全部 有45个计划 那当时大董 在很早的和尊县 结果做 那我们取得了 平东这个计划 那平东这个计划 其实它是一个叫做基础建设的计划 那在这个基础建设计 计划底下 那也被县佛合作 几个应用计划 那就是我刚刚都已经介绍过 那它的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 95年8月的签约 那其实深圳的时间 是96年97年 到98年3月 那去年3月到今年 去年的1月 再进行什么 就是这所有建设的计划 都已经建造 还有确认 还有所有的这些目标 是达成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讲它是一个验收 但是 所以在今天 本课 经过工业群工业院的确认 所以我们 当初 大同的承诺 献付的承诺 都已经大承诺 那今天是一个 承诺的一个发表会 很固定的来告诉大家说 是不是我们大承诺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计划的 一个目标 那它的目的 除了这些特点 都以外 其实在这个当中 不管已经 国外的机台 那包括 让我们台湾的设备厂商 藉由这个计划 在我们这个整个实验平台 来测试 来能够成为一个 商业需要的一个公安平台 包括要输出 以去年来讲 已经有80亿的这种产品出出 那今年预估还会成长 总会到150亿的一个出出 所以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计划 品种这样子一个范围 我们几个应用 但是因为它的实验性 其实已经带动了 我们整个 这个在设备观的这个 困执的支出 那从时间 我刚刚讲到 还有很多二三十的应用计划 包括像 常一世的这个应用计划 照我们来看 这看起来就是不一定的种子 但这个种子 未来 带动我们整个 国家的经济增长 包括这个 所出出的这个 是相当大的